柯文哲選舉期間經費 前一天被政治評論員 吳靜穎爆料 轉給木可公關 大約四千萬 現在公司登記地址也曝光 民眾黨部位在 台坡公司的三樓 現在也被發現 木可科的公關公司 就位在底下的二樓 旁邊緊鄰的 就是台灣民眾黨的 眾望基金會 兩者的負責人 還是兄妹關係 昔日和柯文哲一起開直播 他就是眾望基金會董事長 柯文哲的老同學李文宗 妹妹李文娟 正好就是木可公關負責人 3D新聞獨家掌握 兩間辦公室 中間還可以互通 吳靜穎認為觀感不佳 也執意金流 是否左手進右手出 網友狂酸 原來前往低處流 是真的 小草可歌可泣 但進水期間 民眾黨幕僚 陳志涵跟許甫 都有PO文宣傳木款小物 還附上專屬折扣碼 也被傳出 木可在販售時 幹部如果幫忙宣傳 可以抽成 但陳志涵回籍 小物製作跟行銷 本來就有成本付出 遺憾有心人士故意爆料 但從政治獻金也發現 柯文哲選舉期間 給另一間 尼澳創意行銷公司 三千多萬宣傳經費 也被質疑是照顧自己人 這尼澳公關公司的老闆 是三姐妹 就跟黃珊珊的姐妹 他外界質疑 是不是透過選舉經費 來讓自己人獲利 民眾呢 以穿著附會 回應外界連兩天質疑 但跟公關公司的千絲萬縷 不知小草看了感想如何 三順陳志涉 徐全台北採訪報導